第九百一十一集 片刻以后 陈若曦所下的六艘 艘舊船 全部驶向深海去 把这群窝果人弄得发懵啊 但是他们也无计可施 所有的天津高手全部出动 把那片海域给封得死死的 就是这里了 我们的仪器探测到了 在这下面有一个未知的空间 这个空间很大 而且根据我们的电磁波反应 下面绝对不是一个古代的遗迹 庶民华夏秘密派遣来的中科院人员 锁定了地下实验室 有办法下去没有 陈若曦问 暂时没有 这里不是我们的海域 有些设备无法调集过来 我国也不会同意 哪些带有攻击性的潜艇过来 况且 这些新型潜艇 都是最新的秘密武器 不可能 现在就展示在世界的前面 一名中科员苦笑道 守在这里 我去给上面打报告 陈若曦边说边匆匆地 赶回到船舱里面 用加密的电话和特勤局联系了起来 毫无疑问 这个地方是村政佐福的老巢 他相信叶浩轩一定就在对方的老巢里面 他不会就那么轻易的死去的 数千米下方的海域存在着一个地下基地 这个基地占地面积极大 足足有数十平方公里 依现在的科技 想要在数千米下方的海域中 建造这么大一个水下实验室 而且还不被任何人发掘 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实验室正是村政佐福的 终极实验室 这老狐狸相当的狡猾 这个实验室早就着手开始建造了 除了它之外 就算是它最信任的心腹 也不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存在 这就是村政佐福最难对付的地方 因为谁也不知道 他心里在想什么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秘密 在火山爆发的时候 村政佐福早已经乘着海底的动车 把他一切的实验成果 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来 然后又摧毁了通向深海实验室的通道 所以 以窝国现在的能力想要抓他 可能性基本为例 叶浩轩已经被关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三天了 之前中了柳生真泽的诗魔画 对上柳生真泽这种大师级的人物 他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但就在柳生真泽提见杀他的时候 却又出现了转机 柳生真泽说村政家主要见识见识叶浩轩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叶浩轩这么强的人 如果经过改造以后 将会是怎么样的一副情况 所以就在火山喷发的那一瞬间 柳生真泽带着叶浩轩 逃到了电梯里面 然后在通道毁灭之前 乘坐备用动力 赶到了深海实验室 整整的三天了 叶浩轩都盘坐在地上一言不发 他的跟前始终摆放着那个音乐盒 古川尤美临死前 那凄惨绝绝的表情 让他深深地感觉到了震撼 我辜负了一个好女孩 叶浩轩心中如是想到 每每想到古川尤美被岩浆吞没的那一瞬间 他的心里就感觉到像是刀脚的一样痛 他对这个女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顶多只是把她当作朋友 他甚至还因为他是倭国人的身份 而有意地疏远她 他也知道古川尤美对自己有意 但他也知道两人根本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可是这个女孩最后以这种惨烈的方式 让他记住了他 或许是因为绝望 或许是接受不了 是叶浩轩亲手杀死了他的父亲 不管是什么原因 他都让叶浩轩心里有种深深的内疚 这三天来音乐盒始终都摆在叶浩轩的跟前 他一遍一遍地播放着古川尤美 想对自己说的话 直到这个音乐盒耗得一点点也没有 叶浩轩现在身处于一个非常严密的隔离世界 这间隔离室非常的严密 就算是叶浩轩全胜的时候 想要逃出这间隔离室 恐怕也得耗费一番功夫才行 更何况他现在是修为尽尸 虽然这几天他用尽了一切办法 想冲破自己被封在气海中的真气 但是无论他怎么是 却都显得很徒劳无功 能力虽然恢复了一点 但也仅仅是一点 这只是让叶浩轩能比普通人强上一点 想要恢复到巅峰 如果不找出破解湿魔花的方法 恐怕很难 就在这个时候 隔离室的门一开 一个熟悉的年轻人走了过来 说是熟悉 那是因为眼前这个家伙身材矮小惊悍 脖子极短 看起来就像是一颗大号子弹一般 所以说叶浩轩对他的印象比较深 他还记得 这个家伙叫做村正一幕 是村正左府的儿子 医生又见面了 村正一幕看向叶浩轩的目光里 带着一丝冷笑 他双手护在背后 在叶浩轩的面前夺来夺去 完尾的看着这个在滑下 把自己逼得走投无路 激紧切负的男人 我一点也不想见到你 叶浩轩淡淡的说 你是不想见到我 因为你以前得罪过我 村正一幕大笑了几声 然后他咬牙切齿的盯着叶浩轩的 是不是很意外 你在逼得我走投无路的时候 恐怕没有想到过 你也会有今天吧 嘿嘿嘿嘿 叶浩轩 三十年何东三十年何西 这是你们华夏人最喜欢说的话 一年前你逼得我激进切腹 可是现在 你又成为了我的阶下囚 这种因果 怕是你自己也想不到吧 你这种杂碎 也配说因果这两个字 也好喧嚣了 村正一幕的脑袋 真的有问题吧 他竟然也会说出因果 这种高深莫测的东西 深沉是你玩的吗 你一个窝果的砸碎 你玩得起深沉吗 你敢骂我 村正一幕怒了 他指着叶浩轩喝道 你再说一遍试试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消了你 我不信你现在就敢消了我 我就在这里 毫无还手之力 你想消的话就来吧 对着这里 消啊 叶浩轩笑了 他指着自己的脑袋说 你来呀 你 村正一幕大怒 他见过嚣张的人 但是像叶浩轩这样嚣张的人 还是第一次见到 他已经是阶下囚了好不好 他凭什么这么嚣张 你现在还有什么嚣张的资格吗 他拿起一把刀 就要向叶浩轩的身上砍去 但是他身后的一个人 连忙地拦住了他 一幕 这是家主亲子要点的人 而且 他要毫发无伤地以便研究 你不能就这样伤了他 混蛋 村正一幕重重地把手中的刀 扔在了地上 他悲哀地发现 他现在真的拿叶浩轩 一点办法也没有 虽然叶浩轩已经是他的阶下囚了 虽然叶浩轩现在能力尽失 没有一点反击的机会 但是他还是不能把这家伙怎么样 因为 家主说过 叶浩轩身上有很多研究价值 正在带着他们发掘呢 呵呵呵 村正左府虽然是你的老子 但是他很严厉 你也很怕他 稍有不对 你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村正一幕 我真的怀疑 你是不是村正左府的亲生儿子 他可以对唐蕊 对千叶锦子为一众人 但是对你却没有 这是为什么知道吗 那是因为你太笨了 笨得你老子都不愿意去相信 混到你这个地步上 真的是悲哀呀 哈哈哈哈 叶浩轩说着大笑了起来 叶浩轩 不干 村正一幕火了 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叶浩轩 居然这么硬气 即使是现在 他根本没有一点反抗能力 但是还是一点也不肯服输 这家伙的身体里有种叫做狼性的东西 在作怪呀 村正左府呢 他什么时候来见我 叶浩轩问 我这次带你 就是去见家主的 村正一幕冷笑了一声 他一回首道 带他走 他早该来见我了 叶浩轩笑了笑 然后站了起来 他把跟前的音乐盒拿起来 打算跟村正一幕走 村正一幕突然冷笑一声 他一脚踹出 把叶浩轩手中的音乐盒踹到了地上 然后走上前去 狠狠的一脚踩了上去 咔的一声 那个精致的音乐盒被踩得粉碎 村正一幕狠狠的在音乐盒上扭了几下 让他彻底不能复原了 嘿嘿嘿嘿 这东西对你很重要吧 通过监控 我看到你这几天一直在看这玩意儿 没有错的话是一个女人送给你的吧 村正一幕看到叶浩轩脸沉下来 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眼浮不浅哪 早听说医生是个风流人物 今天看来果然是一点错也没有 不管是走到哪里都会有艳遇呀 可惜呀 那个女人死了 她掉入了岩浆里面 这儿都不剩 你是一生又怎么样 你一属天下第一又能怎么样 你救不了她 你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 叶浩轩的拳头紧紧地握了几握 然后又松开 她一言不发地弯下腰去 把那个被踩得粉碎的音乐盒 小心翼翼地收起来 然后又装上 这是医生吗 这还是那个有仇必报的医生吗 快看他是吗 他这怂样子是医生 村政医母见叶浩轩一言不发 他像是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样 拉着自己的手下 指着叶浩轩问 你在作死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 叶浩轩咧开嘴一笑 我是在作死 那又怎么样呢 你能拿我怎么样呢 村政医母放声地大笑 不怎么样 我只会让你知道 医生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叶浩轩突然猛地窜了起来 尶浩轩向上一提 对着村政医母的双腿肩 一个提膝就顶了上去 虽然能力恢复的不多 但是对付村政医母这种人渣 应该是足够了 碰 村政医母一声惨叫 她的声音都有些走了声 叶浩轩这一下子正中她的命根子 盛怒之下的叶浩轩丝毫不留一点余地 如果不是叶浩轩现在能力尽失 这一下足以能让村政医母变成大太监 哦 村政医母的叫声几乎都变了音了 她趴在地上捂着自己的敏感处惨叫了起来 她的手下连忙把她和叶浩轩分开 然后重重地把叶浩轩控制了起来 杀了她 马上杀了她 出了问题 我胆症了 村政医母感觉到这是奇耻大辱 叶浩轩这一下子来得丝毫不留情 她甚至听到了自己淡碎的声音 她已经不顾一切地要把叶浩轩给干掉 她甚至忽略了叶浩轩 是她老子点名要的人 家住已经等了很久了 为什么还没有带走 一个沙哑的声音传了过来 随着这个声音 只见柳生真泽走了过来 几天不见柳生真泽的脸色有些惨白 在火山平台上的时候 她太得意了 正因为太得意了 所以她才会 在叶浩轩毫无还手之力的情况下 被叶浩轩赐了一剑 虽然叶浩轩的能力 在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 但是这一剑赐下来 也是让人有些吃不消的 太长的煞气几乎把柳生真泽 给当场干掉 如果不是这货有保命手段的话 当时的情景 她和叶浩轩几乎是两败俱伤的情况 真泽师父 村政一目忍着疼痛 站起来对着柳生真泽深深的一鞠躬 没用 柳生真泽有些恨铁不成钢的 看着脸色惨白的村政一目 是 村政一目根本不敢反驳 她只得重重的一低头 柳生真泽是她的师父 她对真泽是又敬又畏的 在某种程度上 真泽的话比她父亲的话还要管用 医生 这边请吧 柳生真泽看向叶浩轩 她的嘴角露出了一抹残忍的笑意 叶浩轩一言不发 转身就向外面走去 柳生真泽随即跟在她的身后 医生的气色不错呀 柳生真泽一边走一边说着风凉话 吃得好休息得好 当然会不错 不过我看你这几天过得不太好吧 虽然我那一剑刺得不深 但是以太长的煞气 足够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叶浩轩冷笑了一声道 托啊 医生的福 老夫现在已经没事了 柳生真泽说 你真的没事了吗 叶浩轩盯着柳生真泽冷笑道 我看未必吧 虽然我当时能力全失 但是太长的杀伤力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你不过是血弱之躯 如果你不对自己的身体 进行点干预 我不相信你能这么潇洒地过来提我 医生这一剑真的是好狠的 柳生真泽边说边点头 叶浩轩说得不错 他的身体经过了基因的强火 因为太长这一剑刺得太刁了 逃脱了火山喷发之后 柳生真泽只感觉到一股寒意 在自己的身体里面肆虐 而且伤口一直不能痊愈 如果不是因为用了基因 自己强化自己的身体 柳生真泽真的撑不下去了 但他是一名舞者 是倭国排名前十的高手 他以自己的武学为荣耀 如果使用了基因药剂来强化身体 他自己都感觉到有些耻辱 但是为了活命 他还是不得不注视药剂 以维持自己的性命 呵呵呵呵 基因和武学的合体 我真的是有些期待 你现在变成什么样了 你不会也变成那些 不人不鬼的怪物吧 呵呵呵 叶浩轩大笑了一声 心情甚是畅快 不过柳生真泽的脸色 十分的难看 叶浩轩的话戳中了他的痛处 他现在恨不得一把将叶浩轩给掐死 但是他还是不得不忍耐了下来 他举步前行 不再和叶浩轩说话 这家伙能把书吃气死 是有些道理的 他果然能把人气得欲先欲死的 来到了一个电子门锁前 柳生真泽验证了自己的身份 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极大的大厅 大厅的四周墙壁上 装着宽大的液晶显示屏 有一个中年人站在那个显示屏的正中间 细细地看着显示屏中的各种变化 这些显示屏中传来低沉的吼叫声 以及恐怖的面孔和阴森的气氛 让他感觉到有些心寒 而且这显示屏中的怪物 赫然全部都是毁灭着 站在正中间的那个男人 当然是村政左府 柳生真泽带着叶浩轩 来了这里之后便离开了 左 村政左府倒是客气得很 他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然后自己坐了下来 叶浩轩在他的跟前坐下 这是他第一次碰见村政的终极boss 所以说就忍不住多打量了几眼 他想看看村政左府这老狐狸 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 看了半天 叶浩轩失望地发现这家伙的长相很普通 如果一眼丢在人群中 在找他的时候你绝对找不出来 他不是三头六臂 他也不是能大能小 他就是一个留着八字胡的小鬼子 这让叶浩轩有些沮丧 他本以为这个跟他撕逼很久的家伙 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身材魁梧 那个双眼有神 就算是长得不怎么样 至少也得体面点吧 谁就能在帮他 这次是他的老狐狗 他送他回来 这次是厨子 的老狐狗 感谢观看